What the fall 欸嘿 就這麼水淋淋的 溜上了萬分囚徒 哦 這句心跳又響起 我就知道監管抵擋不住我的啼笑 沒事啊 看監管來的位置 上樓之後有一眼 那大概率就要追我了 沒關係的 這邊看一下紅光 在後面 那我們全能下到一樓 翻窗的時候同時注意一下監管的位置 在身後 窗台拉出之後 注意回頭看一下監管有沒有從後追擊 OK 翻窗 那我們再繞回一樓 前面過道的話有點窄 這個時候要注意一下紅光 看到距離差不多 烏刃甩 直接翻窗 想打插邊烏刃 小子 這個距離是太夠 繞進大門板區 直接下板之後看監管動向 哦 等烏刃是吧 那麼直接翻板加速 拉開距離 再繞一圈 鳥龍的板子沒用 我們的目標還是繞回角落 無人好了 但我們雖然有飛輪 不著急 搶片 蓄力 直接飛輪 再接一電 立正 但是 距離不太夠 不敢翻 所以說我們選擇翻窗出來 這刀還是有點小虧啊 但是沒關係 我們還能再溜一下 密碼機已經亮了一台了 繞回來之後 距離不太夠近板 這邊的話又有插眼 其實這個交互點就有點難了 很尷尬 吃個烏刃直接倒地 把我揪炸之後 密碼機已經來到最後兩台 沒關係 直接交電 拉開距離 再接窗坦 再接板坦 直奔醫院 前面到旁邊的話也不用擔心 這邊密碼機其實不過監管 選擇換追密碼機 OK 趁這個時候我們 直接補一波狀態 密碼機的話 其實雜機那邊是不好開的 但是飛行家那邊能開掉 所以說我們補好狀態之後 就想辦法去開最後一台 儘管密碼機空氣無果之後 再換追我們鳥籠 但是這個時候我已經拉走了距離 讓前鋒扛壓 給刀一刀 低頭注意一下密碼機的進度 我們選擇到複墟遠程連開密碼機 打囚徒 不一定人要在密碼機旁邊 但是一定要有思路 這個時候對於飛行家來說 89密碼機還是有壓力的 雜機又給到了一刀 這個時候兩個半狀態在那邊 如果飛行家再給半狀態的話 很可能導致沒有人救人 我們遠程這邊看一下一個位置 再連線 選擇補下密碼機 把這個充密碼機也壓好了 同時飛行家再遲到 選擇遠程直接點亮 四人開門戰 成功拿下 那對於捷克來說 這一局其實已經很難爭吟了 但是我們還能爭死 跟雜機去點小門 但這邊的話飛行家也是隨後跟過來 我們三個人都在小門的時候 前鋒這邊扛壓力 但是監管明顯是按耐補助 還是想去保平 選擇一手儀型底牌 直接來到小門 那雜機有球 飛行家又有背包 唯獨我什麼都沒有 但是 我 有一顆 大心臟 看這邊的話 交了高噴之後 選擇直接換嘴我 這邊把板子先下一個 另外一個等他 出道再去下板 成功扎裂頭之後 直接往女神向走 遞交位置就在臉上 大門已經在點了 那這個時候的話 監管在騙我們的一個店 我們先選擇個交 看到距離有點危險 先交窗彈拉開一定身位 但監管這邊著急出刀 我們再補一手店 破影之後看隊友直接出門 選擇飛輪 比較 成功四跑